那么咱们今天来看看 咱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网络的模型 咱们现在网络是什么模型 它是一个三个阶段的对吧 第一阶段 Level1是一个全局的 然后呢 对于这个Level2来说 它是分成了多个块 每一个关键点呢是一个块 比如说这点咱们有五个关键点 所以说呢 咱们在第二阶段就列出来了这么五个块 这是L2 五个块呢分别得出来 每一个块啊得出来这么一个关键点 比如说第二块得出左眼睛 第二块右眼睛 中间这块得到鼻子 这块呢左嘴巴 这块右嘴巴 那么相对来说啊 第一块是五个关键点 第二第二阶段呢 咱们是得到五个模块 每一个模块有这样一个关键点 那么第三模块 跟咱们这个第二模块是一样的啊 咱们就不再化了 那么先来说一说咱们现在 这么做的一个优点吧 首先来说优点就是说 咱们是不是通过咱们的一个实际的效果 给大家看了 就是说通过咱们这样一种模式啊 分成多呃先是一个全局的 然后呢再是每一个点进行一个单一的预测 确实能够使得咱们的这个准确率啊 发生很明显的提升啊 咱们刚才啊给大家看这个结果了 结果上显示确实发生的 确实从准确率上来说 发生了很大的提升 也就是说呢 咱们现在啊这个算法的框架是可行的 那么也是非常给大家推荐这种算法框架 就是说首先咱们可以先做一个全局的检测 然后呢做好了全局检测 咱们可以对图像取出不同的部分 在分别做这么一个检测 那么现在啊咱们举的是一个分类的啊 不是现在咱们举的是一个回归的问题 就是说咱们要预测多个点值 那么对分类问题来说 是不是也同样适应适用呢 咱们来决例子啊 比如说啊咱们现在 我看我这个东西能不能画好 哦没画好 我想画一个裙子 哦这里画个裙子 画的比较粗糙啊 也就是说这样有个裙子对吧 咱们想对咱们这个图像啊 做一个分类任务啊 这个框就是框里啊 可能有些背景 咱们要对咱们这个裙子啊 做一个分类任务 也就是说咱们给出了 到底它是属于哪个类别 可能咱们现在有100类别啊 对于一个100分类来说 咱们现在需要知道 哎现在咱们这个输入图像 它到底是哪个类别 咱们怎么办呢 也可以像咱们这个关键点任务一样 咱们也分成这么阶段 比如说啊 不能说分成这么阶段 咱们可以分成多个步骤 第一步呢 比如说咱们也可以做一个 全局的预测 做完全局的预测啊 咱们来想 全局的预测啊 可能效果不是很准 那么咱们怎么办呢 咱们来想 就是说对于一个服装来说 哎一个服装来说啊 哪块最能体现出来的特点呢 是图像的一些中心区域 还是它一些边缘区域啊 咱们来想对于 对于比如说 这是一个裙子来说啊 对于裙子来说啊 它在这个底部啊 是不是有一些边边草草 不能叫边边草草啊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也就是说啊 它的一些边缘部分的面料啊 可能发生一些不同 或者说呢 哎比如说 我框出来几个部分 现在啊 大家来看 是不是说 我框出来这些部分啊 就是说这些边边角角的部分 更可能是咱们图像的一些代表区域啊 咱们也可以对于咱们这些边边 角角这些代表区域 都拿出来对咱们结果再做一个预测 比如说对于这些边边角角来说 咱们来看 把这些边边角角啊 给它们都结出来 结出来之后呢 咱们给它统一成一个东西啊 不是说 就是说 你可以给它这个分成四个阶段预测啊 分成四小块 去预测也可以 你也可以把你这个 嗯 现在结出来这四块吗 我们进行一个提取特征对吧 对于这四块 分别进行一个卷积提取特征 然后呢 把咱们的几个卷积啊 提取出来特征 咱们再组合在一起 组合在一起 组成一个这么向量 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是吧 也就是说呢 这个怎么玩啊 都是可以供大家选择的 咱们可以拿四个块 分别进行一个类别预测 可以对吧 也可以呢 把这四个区域啊 拿出来 每一个区啊 跑出一个卷积的特征 再把卷积的特征啊 结合在一起 最后呢 通过咱们组合的一个特征啊 再进行一个分类 再进行一个分类之后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全局有一个分类了 然后呢 咱们这些边边草草的地方 组合在一起 就有一个分类了 咱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多个阶段 或者说多个步骤 共同决定 咱们最终一个分类的效果 这也是给大家提一个 小小建议 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 看完了一个模型 看完了一个模型之后啊 其实啊 一个算法 咱们在很多层面上 都能用得上 不光来说啊 咱们在咱们现在 这个关键点检测任务上 咱们可以对于 对于一个回归任务啊 用上这样一个 分阶段的模型 咱们也可以分类 也可以很多模型上 咱们都可以去考虑 咱们用一个多阶段的模型 来去做这样一个任务 是否可行啊 都是可以给大家提供 这样一个参考依据的 好 那么这个是咱们一个算法的模型 咱们就说一说 那么下面咱们再来说一说 就是说算法的框架摆在这儿了 它还有一些什么特点 咱们来看咱们的输入啊 咱们还是分接案来说啊 比如说对于这个level1来说 咱们的输入啊 是一个39乘以39的 level2呢 是一个15乘以15的 这个大家还没忘对吧 就是说level2和level3 是取的一个派指和一个派指的 所以说呢 这个level2和level3 它的一个大小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小的 咱们来看 就是说对于这个level1来说啊 这个39乘以39这个大小 到底是大还是小呢 首先大家可以明显一点 就是说 这个对于啊 一张书的样来说 咱们把它的材质 成一个39乘以39大小 它已经是非常非常小的了 为什么 一般来说啊 咱们都是用这个VGG这个Net 但是VGG啊 一般要求咱们的书啊 是一个227乘以227的 那么相对于这个VGG这个Net来说啊 咱们这个39乘以39了 它这个东西啊 输入就太小了 那么输入小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 是什么呢 嗯 输入小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图像当中啊 有很多的像素点 你没给它利用到 为什么 咱们来想 resize的操作 它的一个原理是什么 是不是说 它要把很多的像素点 比如说 原来是一个200乘以200的 现在呢 你是一个50乘以50的 是不是说啊 要把原来的 举个简单点例来说 是不是说 把原来的四个像素点 压缩成你现在 你一个像素点了 对吧 所以说啊 就是说很多像素点信息啊 咱们没有利用到到 如果说咱们的书图像 给了准算成太小的情况下 在咱们很多像素点 没有利用到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导致 咱们网络预测的结果 就没有咱们那么大的图像来说 预测的效果要好 那么这点是肯定的啊 就是说 大的图像 咱们能利用的信息更多一些 所以说呢 能够使得啊 普遍来说 能够使得啊 咱们最终的效果 能够稍微的更好一些 更小的像素点呢 就是说 可能会导致啊 咱们最终预测结果 出现那么一些小的问题 那么咱们来想 既然这个39乘以39 这个东西啊 没有咱们这个27乘以27 效果好 咱们为什么还是要使用 这么小的一个输入呢 咱们这么小的输入啊 它的优点在哪呢 咱们先来想这么一个问题啊 这么小的一个输入啊 首先来说 它最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能够使得 不说咱们训练的时候 能够使得咱们网络训练的比较快 之前给大家演示了 咱们网络训练这个模型 咱们也看到了 就是说 在我咱们这个虚拟机的CPU上来跑啊 它的一个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那么你在GPU上训练会飞起来啊 速度会非常快的 训练咱们可以不管 咱们需要看的什么 咱们需要看的就是说 当咱们测试的时候 需要花多少时间是吧 很多情况下 咱们需要考虑 一个时间和准确率的 一个权衡的比值啊 就是说 在你准确率啊 很高的情况下 你这个东西啊 是否可行 对吧 哎 你时间的效率 你时间不能太慢 咱们运行的速度 也要差不多一些 那么这点 选择39乘以39 原因就是要 使得咱们的速度 能尽大的提升啊 尽大的提升 就是说 让咱们的这个预测啊 能够接近一个 实时的效果 什么叫实时的效果 人眼来说 如果你能看到一个东西啊 它是像一个视频流的情况下 最少也要25 6帧 那么也就是说 使得咱们预测 一张图像的时间啊 要低于0.05秒 这个也是咱们的一个小的要求 就是说 咱们的预测的速度 不能太慢 那么怎么办呢 很大程度上 咱们就要通过咱们的图像的大小来解决了 大的图像 会使得咱们的这个速度啊 非常慢 比如说这个VGG来说 如果说你拿VGG 跑这么一个 我观点 五个观点预测啊 我之前试过 大概是 1.5秒到1秒之间吧 速度还是很慢的 那么咱们这个网络 大概是 0.05秒 甚至啊 如果说我调一调 能够调到0.02秒左右 咱们的速度啊 是非常快的 这里啊 因为咱们考虑到了一个速度的效率 所以说呢 使得咱们的网络的大小是非常小的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 既然现在啊 你这个第一层网络的输入非常小 我该拿什么弥补呢 大家也看到了 咱们之前啊 第一层 第一个阶段输出的这个效果并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咱们的输入效果太小了 一方面因为咱们的输入效果太小 输入的大小太小 另一方面是什么 另一方面就是说 咱们要看一下 咱们的这个网络结构了 对吧 说图像小是一方面 咱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网络结构啊 咱们再来看一下咱们这个PotoTT啊 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里啊 咱们一共用了几层卷积啊 往下看吧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最后一层卷积是第四层卷积 也就是说呢 咱们只是利用了四层卷积 加两层全连接 所以说啊 咱们这个网络相对来说啊 是比较小的 只有四个卷积层两个全连接层 咱们整个网络啊都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咱们第一阶段啊是要使得咱们的速度能够尽大的提升 在这里啊 咱们选择一个小的网络以及呢一个比较小的输入 那么咱们该怎么样弥补咱们这个速度给咱们带来准确性的损失呢 这个就是咱们引入了这么第二阶段的原因 咱们第二阶段啊是不是说要进行一个微调了 在咱们第一阶段预测的基础上再进行一个微调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第一既然你考虑到这个速度问题 所以说啊 这个速度问题 既然 哎 速度咱们现在快了 但是啊 准确率下降这个东西 我还是要给你找回来的 在咱们第二阶段 咱们还是要利用一个网络 把咱们的准确率啊给它弥补回来 咱们咱们怎么样弥补呢 咱们在第二阶段啊 做了一个稍微比较复杂的例子 咱们做了五个这么一个小的模型 每一个小的模型呢 对于这么每一个关键点 分别进行一个回归任务 找出来这么一个关键点大致的位置 那么最后呢 通过这个第二阶段 以及第二第三阶段 综合的一个结果 咱们得出来了最终的一个效果 对吧 所以说啊 咱们是通过一个多阶段 共同来决定最终的一个输出 这样模型的效果好处在哪 这样模型的效果好处啊 就是说 咱们整体的时间消耗是非常非常低的 因为呢 咱们每个阶段输啊 都是非常小的 而且呢 咱们每个阶段的网络模型啊 也都是非常小的 但是啊 咱们最终的结果 它却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可以说呢 就是说 如果说啊 咱们拿一个VGG 这么一个大网络 来跑这么一个 五个关键点的预测来说 效果啊 可能跟咱们这个 现在的三个小的阶段 三个小的网络 以及三个小的输入 组成的这样一个框架来说 它的准确率啊 可能是大概差不了太多的 但是呢 咱们现在这个算法框架 它的速度 要比咱们这个VGG 拿VGG来跑啊 要快个 最少10到20倍啊 咱们现在的模型啊 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在这里啊 也是可以给大家推荐 这样一个模型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咱们大家 在咱们训练网络的时候 想够 想使得咱们测试的时候啊 速度能够快一些 咱们就可以去考虑 把一个大的网络模型 改成几个小的网络模型啊 综合在一起 对吧 咱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阶段 每个阶段呢 网络小一些 输入小一些 但是呢 咱们要通过一个 多次矫正的过程 最终呢 预测出来 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啊 这个就是给大家说了一下 咱们的这个网络的模型啊 它的一些优点 以及啊 它的一些 可能存在的一些小的问题啊 咱们又重新说了一下 说完了 咱们这个算法 整体框架 咱们再来回顾一下 就是说啊 咱们在训练这个网络的时候啊 是不是比较麻烦 咱们怎么办呢 是不是说 每对于第二阶段 和第三阶段来说啊 每一个关键点啊 咱们都有 两个网络需要训练 所以说呢 也就是说 一个阶段 咱们有十个这样的网络 需要训练 那么咱们该怎么办 咱们在写这个Protor TIT的时候 是不是给大家推荐这样一种方法 咱们写一个模板 然后呢 通过这样的模板 生成不同的Protor TIT 以及呢 搜尔文件 还有啊 这个tune.sev tune.sev这文件 这里啊 也是给大家写了这么一个例子 还有啊 咱们这些模板文件 呃 之后啊 如果说大家想自己去训练一下啊 咱们也可以通过 这样模板文件的方法 咱们写一些自己的Protor TIT啊 把咱们自己的Protor TIT啊 都写好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训练出来自己的模型了 训练模型啊 其实还是蛮麻烦的啊 看这里就是说 我训练了多少个模型 第一阶段 咱们训练了三个模型 第二还有第三阶段 每一个阶段 都是训练了十个模型 对吧 所以说一共有23个模型 这个模型的量还是非常大的啊 如果说大家不想训练模型 大家就直接拿我这个训练好模型 就可以了 如果说呢 大家想玩一下 想玩一下 我就推荐大家一个模型 一个模型去训练 不一定哪个模型啊 就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举例来说 就是说 我在训练这么这么多模型的时候 不见得每个模型啊 就是说训练上我就不管了 每一个模型啊 到最后你兜里去看一下 这个冲闹死 还有泰泽涛涛 看看这两个涛涛是否收敛啊 别到最后呢 这个春涛涛收敛了 泰泽涛涛还不收敛 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发生啊 还有学习率 咱们该怎么调 这个东西啊 都需要发生一些改变的啊 不见得 就是说每一个模型 都是用同样的学习率 都是用同样的策略 咱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很好的结果 学习率啊 还是要经常改一些的啊 可以说我在训练这些模型的时候啊 学习率经常会发生一些改变 但是啊 不会太大的改变啊 可能说 我记得啊 大概是在第二阶段 训练某 某几个 某两个关键人的时候吧 那时候啊 做了一些学习率的改变 如果说不做学习率的改变 会发生一些 老子不收敛的现象 那么所以说啊 在这里推荐大家 咱们也可以实际的动手去看一看 如果说发生一些老子不收敛的情况下 咱们能不能实际的给它解决掉 好 那么现在就是说 给大家说完了咱们这个 人脸关键点检测 它的一个整体流程了 咱们最后啊 再来回顾一下咱们做的东西吧 最后咱们来看一遍啊 这是第一阶段的结果 训测效果并不是很好 是吧 那么咱们来啊 有一点忘说了 就是说咱们这个结果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 咱们很重要的前提啊 就是说 对于这个人脸框的选择 要非常准确 咱们有一个前提知识啊 就是说人脸框啊 是让你输入进来的 若说你的人脸框输入的不准啊 那么肯定来说 这个关键点检测啊 是会不准的 所以也就是说呢 咱们第一步先要做出来一个 人脸检测的东西啊 让咱们有这么一个人脸框 然后呢 在咱们这个人脸框的基础上 再去做这么一个 五个关键点预测 咱们来看一下结果啊 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还有一点需要说 就是说第三阶段和第二阶段 从实验的效果来说 并没有差任何东西 如果说大家想找到一个 比较快速的版本 咱们第三阶段 可以直接省略不做啊 前两阶段 已经能够保证 咱们的准确率啊 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水平了 这是咱们现在的结果 好 再来看一个 这个啊 第一阶段不好 第二阶段好多了 第三阶段没什么变化 是吧 有一个前提啊 就是说你这脸框 尽量要准一些 如果说你这脸框不准 那么这个关键点预测 会很难做的 为什么 因为咱们现在让网络预测的 是人 是这个关键点 相对于人脸框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啊 现在人脸框 你框到的 不是这么一个人脸 那么咱们还是会得出来 这么五个点 那么这五个点点量 还是像这样一个分布的规则 也就是说呢 不管你这个框啊 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下实验 不管你这个框啊 框到什么样的位置 咱们这五个关键点 永远大概是保持着 这样的一个分布的规则 两个眼睛是在上面 一个鼻子在中间 两个嘴巴是在下面 不管来说你是框出来 什么样的东西啊 这个关键点 分布啊 都会符合这样一个规则啊 大家也可以直接通过 一些实验吧 咱们可以自己啊 再去看一下 那么这个东西啊 咱们就不多说了 嗯 就是说啊 之后会把咱们这个 完整的数据啊 以及模型啊 还有代码都会发给大家 以及啊 咱们的这个 呃 这个训练的这个 点H5文件啊 也都会给大家 如果说大家想训练文件 咱们就拿这个H5来去做 如果说呢 大家想自己做H5啊 咱们也可以把代码啊 改成稍微改一下 改成你自己卡币的一些路径啊 还有一些啊 其实需要大家改的东西 并不多 只需要在代码里啊 改一些咱们这个 配置的路径问题啊 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如果说啊 就最后再说一句 如果说啊 大家在咱们的实际玩网络 或者说写代码啊 以及 呃 或者说某一个点上 有一些问题啊 大家也可以啊 非常欢迎大家 随时找我讨论 那么现在给出的 这一串号码啊 就是我的一个QQ号 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啊 随时欢迎来找我就行啊 要数据啊 要代码啊 哪块没挑名吧 非常欢迎大家来找我 但是啊 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配置环境的 哪些问题啊 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建议大家 先来百度查一查 因为来说啊 就是说 大家使用的环境啊 并不会跟我完全一致啊 卡币的版本啊 无防不错的版本啊 以及啊 你很多的东西啊 咱们不一定是完全一致 如果说 如果说呢 大家来运行的时候啊 哪些 由于版本的问题 或者说 由于环境的问题啊 发生了一些问题 大家最好啊 先去百度查一查啊 就是说 不见得我也能会 把大家环境配置的问题啊 给它搞定 如果说大家 对于数据代码模型 以及呢 其他算法啊 框架 咱们先讨论 随时欢迎大家 加我的QQ啊 就是咱们这一串的数字啊 咱们来一起的 进行分析一下 那么到这里啊 咱们的这个 人脸关键点的检测项目啊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 那么也是啊 很感谢大家 来支持咱们的课程啊 如果说 大家对咱们的日后啊 就是说 有哪些课程方面需求啊 也是 非常欢迎大家啊 与我在进行一个讨论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